在清朝,就有这样的一位被称为清天的支县,上一个被老百姓叫清天老爷的官,那还是铁面无私的包装。可见这位清朝的清天,有多受爱戴和尊重了。他为官清廉,屡次平定叛乱,却屡遭上级的为难,直到皇帝得知了他的真相,才给予了他应有的赏赐,将他连升了八级,成为了正三品的大员。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刘青的仕途坎坷,刘青是贵州长顺县人,父亲是地方的一位县令,他自幼就在官崖中长大。 也想像父亲一样入室为官,为百姓谋福祉,刘青学习刻苦,为人踏实,长大后参加了科举,天不负苦心人,刘青第一次参加科举,就高中进士,可因为没什么背景,也不太懂官场上的为人处事,老实巴交的刘青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,只是担任着修书一职。 这时候,正值乾隆皇帝要修订四库全书,他下令要将古代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整理,当时上百名官员被委派了这项任务,身为修书的刘青自然也在其中,这种工作,说实话,是个读书人就能做。 根本无法匹及刘青心中的报复,但他毫无怨言,踏踏实实地做这项工作,持续了整整七年,即使是这样,他的努力和本分,依然没有被高层注意到。 要知道,在那个年代,你不会来事,只知道努力,再没个背景,那是很难出人头地的,所以刘青一直都没有晋升过,直到乾隆四十九年,刘青才获得了第一个官位,一个八品小官,而且还是外派到四川的后补官员,所谓后补官员, 其实就是把朝中一些不怎么受重视的官员下派,让他们到地方上去,等着现任官员升迁或者离职,然后接替他们的位置,运气不好的,在那等一辈子都等不到现任官员离开,那这个后补位置就得后补一辈子了。 刘青在四川地方上,一等就等了四年,才成为了缅宁县县城,然而这个时候的刘青已经四十六岁了,不出意外的话,他此生也就如此了,像他这种在朝中没有依靠, 并且为人本分不懂结党营私的官员,这辈子都别想着升官,更别体会中央了,招服义军,惨杯锅,嘉庆元年,川,楚暴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连教起义,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。 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,刘青恪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训诫,积极投入了这场镇压人民起义的洪流中,以其天挺异才及青天魅力而展露头角,在围剿川东的白连教义军时, 这位55岁的地方官,率领湘勇配合官兵积极参战,由于刘青为官清廉,口碑甚好,因此义军尊敬他而不与其作对。 而刘青对于义军这种心态,也利用得十分良好,他专门令人在军旗上写上刘青天三个大字,然后行军途中,一旦义军看到这个名号, 自然会避让,避免冲突,因而多次挫败义军的进攻,方山平之战,刘青大败八州白号教军,以及通江兰号教军,在八州江口,又大败东乡白号教军王三怀部,从而得到川都一眠的赏识,刘青作为一名官员,曾亲眼目睹官场的腐败, 也清楚诸多官员与肉百姓,剧脸剧彩的丑恶行径,他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,唯一能做到的是,不同流而污,做一个清廉自首,为民办事的父母官,而他也无力改变现实中官场上的种种黑暗,从另一面来说,刘青来自于西南边陲的贵州。 了解民生的艰难,在担任地方官的日子里,更清楚科军杂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,刘青明白人民的反抗与政治的黑暗不无关系,因此,在对待白连教起义的问题上,存有理性,也有分寸,行动上往往显得十分矛盾,他一面出营杀贼,对犯上作乱的义军进行镇压,一面入营辅贼,对义军寻寻善用,劝其归顺朝廷,重返田园,虽然义军痛恨封建统治者, 但是对刘青,却是情有独钟,在刘青多次前往义军营仗,进行招服的时候,义军对这个爱民如子的刘青天,也是开磊列队,迎送如礼。 嘉庆元年,刘青奉令去招服王三淮,当他进入对方军营时,义军拔刀邓氏,态度很不友好,可是刘青毫不在意,神情从容,大步走到了王三淮卧榻,对他小之以礼,动之以情,劝其放下武器,重做良民, 可是王三淮对于这些话,丝毫不放在心上,不为所动,另外出于礼貌,还亲自护送刘青,回到了官兵军营,想以此窥探对方虚实。 第二年,刘青再次请求,前往招降王三淮,这次王三淮举止却有些反常,在拜见刘青之后,就表示愿意归顺朝廷,但是刘青也清楚,对方并不是平庸之辈。 也不是三言两语,就能改变观点立场的人,为了不辱使命,刘青仍坦诚相待,向其宣布国家威德,让他在十八日投降。 由于担心王三淮有诈,以免与刘青商议后做好准备,以防不测,于是以免派大员与刘青前往双庙寿祥,寿祥当天,仪式上王三淮跪称泛民,显得十分卑微,可是那位大员却气势汹汹,不可一世,还大骂王三淮为死囚鲁,指责他犯上作乱, 最终王三淮因不堪受辱,愤然战力,高喊为公正平等而造反,说完就冲了出去,骑上马返回了军营。 这次招降又宣告失败,本来招降失败全是这位大员的事情,可是在事后,刘青却成了卑国侠,那位大员怕皇上怪罪,就把招降失败的过错都推到了刘青身上,后来还是因为川都一面为他向朝廷求情,才逃过一劫,不然纵使刘青即便是清官, 有天大的功绩也难以全身而退,皇帝奖赏,官运井喷般上升,证明清白之后,刘青终于摆脱了冤屈,受到嘉庆帝的重新赏识,更令他没想到的是,皇帝竟为他连升了八级官阶,一下子由七品官升至正三品的重要官职,四川总督。 在清朝,能跳过八级升官的,唯有皇亲国妻或心腹大臣,而刘青仅凭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政治连能,便获得了如此殊荣,这无疑是嘉奖,他清正为官,甘于奉献的最高包扬,刘青得知皇命禀报后,激动不已,立即穿戴整齐夜见皇上,面对嘉奖,他并不沾沾自喜,而是再次卯定清廉的信念, 发誓要继续维护百姓利益,带皇帝分忧解难,以报皇恩,一生信守正道,最终让刘青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升迁与嘉奖,四川自刘青上任总督后,官场风气未知一新,他严惩了一杆贪官污吏。 提拔清正的干部,在民间,刘总督的人正深入人心,百姓口碑极佳,还有不少年轻世子,慕名投奔刘府求职,皆被刘青悉心教导,培养成人才,几年后,刘青功成身退, 回到故里隐居,一时间成了当地的神仙老人,村民们经常抱着病子,讨要人情,来求他行医或请托关系,但刘青只是静坐竹林,眼差赏鸟,淡然处之,他已尽了一生的责任,更重要的是永保那颗清正之心,刘青数十年间屡遭冤屈,但他从未放弃过那颗初心,为民解难,连结奉公,正是这份绝强,让他在浮沉多年后,终获上天眷顾,所以,正直而为难, 刘青的守正丞相,又何尝会显得如此不易呢,历经风和日历,他们中会耀眼绽放,经历风雨飘摇,他们仍会屹立不倒,刘青的一生,就是最好的注解,正道的守望者,迟早会收获所有人的敬仰,所有正义的伙伴,也会因共同的信念和担当,而心心相印, 由此看来,是金子总要发亮的,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,不断发挥着自己的价值,总有一日便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,一路走来,刘青也经过了诸多的坎坷,但他都一一克服了。 他硬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,贪官成刑,腐败成风的当下,得到了皇帝的另眼相看,也实在是不容易啊。